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俄乌战争的设计师和策划人 关于他的各种谣言充斥着网络 比如有个叫做北京文艺网的微信公众号就发文章说了 这位学术界的二流学者本来并不值得关注 但是当杜金的想法已经吞噬了普京的大脑 适时的驱动了这场欧洲战争 因此还是有必要对他的言行有更广泛的了解 事实上在过去的20年里 普京一直在忠实的执行他设定的剧本 这个充满着狂野想法的剧本 把欧洲美国甚至中国带到了今天的处境之下 拖到了另一场世界大战的边缘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这两段话短短不到150个字 可以说没有一个字是正确的 我不知道这篇文章的作者脑子里在想点什么 大概他对于国家政治的理解 还停留在网络小说或者好莱坞大篇的高度 怪不得叫做北京文艺网 不好意思 政治不是文艺作品 不是小说 不是电影 它是复杂博弈的结果 不是某一两个人仅凭狂想就可以决定的 再比方说有这样一个公众号 反正大家一看这个公众号的名字大概就有数了 取这种名称的公众号往往不是推销性保健品 开地下赌场或者搞小额贷款的 就是兜售红墙内外宫廷密文的 这个公众号在3月31日发表了一篇文章 题为张维为听任杜金为高级研究员居心何在 从标题就能看得出来那种浓郁的大检举大揭发的作风 文章上来就断章取语了社科院欧洲研究所孔原研究员的论文 然后抓住我用红框框出来的这段话大作文章 宣称杜金是一个恐怖分子和法西斯分子 你们中国研究院邀请了这么一个法西斯分子前来进行学术交流 意欲何为 然后一顶大帽子就扣过来了 我就纳闷了 这个风格怎么这么熟悉 一看他以往的文章 难怪在座有些朋友可能不知道荣建何许人 我简单的介绍一下 荣建古墓派公知名如其人特别的贱 这个人今天在国内已经失去了市场 于是他把工作中心转向了国外 再说的确切一点 他的主要工作是把国内学术界的观点 声闻周纳断章取义一番 再拿去贩卖给某国爸爸 比方说你写了篇文章 引用了格兰西的现代君主论 这个人就会揪住君主这两个字不放 拿去跟西方人造谣说 你看你看中国人现在已经公开 鼓吹复逼君主制了 我的这些话没有一句冤枉他的 都是有实际例子的 那么不好意思 我这里就要说出一个基本事实了 哈耶克曾经拿着他的通往奴役之路 跑去巴结弗朗格萨拉查 宣称你们读了我的书就知道 怎么对付那些民主派了 弗朗格萨拉查是什么人 当年都是希特勒莫索里尼扶持上台的人 是标准的法西斯统治者 按照荣建之流的逻辑 他们那些哈耶克的粉丝 自己就是真正的法西斯主义者 有什么资格给别人乱扣法西斯的帽子 言归正传 好多人私信问我怎么看杜金 我这期正好说说我自己的看法 网上那些关于杜金的谣言 基本都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前提之上 杜金是普京的大脑 是克里姆林工的国师 2014年的克里姆亚事件和今天的俄乌战争 都体现了杜金的战略思想 甚至于杜金借助普京的权力 一步步实现俄罗斯称霸世界的妄想 不好意思 我可以肯定的说 普京没有这样的大脑 克里姆林工也没有这样的国师 俄罗斯更不会有称霸世界的实力 这些网络谣言水贴无一 不是在渲染一种富满洲式的阴谋论 只是把主角从富满洲换成了亚历山大杜金 把黄祸改成了俄罗斯 这类阴谋论的谣言只是在收割流量 不可能有任何的真实性 应当承认 确实有很多学者对于政治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他们或者与政治家往来密切 或者其著作对于政治家提供了启发 比如我之前提到的理查德哈斯 赫弗里德明克勒 往后还会提到欧文克里斯托尔 这些人确实影响了政治 但他们的意见也只是给政治家提供参考而已 不可能有谁真正成为政治家的大脑 神话止于理智的思考 我们只要冷静的想一想就很清楚 国家行为是各个部门复杂博弈的结果 是需要平衡各个不同机构的 一两个学者怎么可能完全左右这些机构 况且学者也不可能完全摸透 各个机构的不同诉求 他们的信息来源是非常有限的 只能凭借自己的知识储备做出判断 提供政策咨询而已 他们的意见能不能得到采纳 是有很大运气成分的 一个在野的学者能够绝境国家行政中枢的决策 这不是天方夜谭吗 杜金当然也不例外 更何况他跟普京的立场就不一致 他在价值观上跟普京不是一路人 杜金是普京的大脑 这个说法是从哪里来的呢 他起源于两个美国学者 2014年在《外交事务》杂志上的一篇文章 《外交事务》在美国的级别是很高的 属于国际关系领域的权威期刊 上面的说法自然而然就有了很大的影响力 很多媒体跟风炒作 想当然的把杜金说成了克里姆林工的国师 然而美国学者之所以这么说杜金 实际上是在挖苦他 而不是说这个人真的能够左右普京的对外政策 今天中文文互联网对于杜金的介绍 大多赵超孔元2015年发表在文化纵横第五期的论文 欧亚主义回归于全球革命 亚历山大杜金的地缘政治观 美国人说杜金是普京的大脑也是孔元老师最先介绍到国内的 请大家注意 孔元老师在引用这个说法时 特别强调了在美国人看来 杜金的学说为克里姆亚事件提供的理论依据 而不是说杜金真的影响了克里姆亚事件 事实上 俄国人自己都不知道克里姆林工还有这么一个大脑 杜金在俄罗斯并不是一个多么主流的学者 他主张的新欧亚主义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发明创造 而是欧洲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延续 这套理论不是别人的发明 恰恰是美国人英国人的发明 有几个人的名字大家都耳熟能详了 美国海权论之父阿尔弗雷德马汉 英国政治地理学家哈尔弗德麦金德 前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尔金斯基 事实上杜金的理论恰恰是这些人交给他的 我们知道1890年 美国基本完成了西津运动 从一个大西洋国家变成了一个横跨大西洋太平洋的国家 1894年他控制了夏威夷 1898年美国正式吞并夏威夷 并把菲律宾变成了他的殖民地 就在这个背景下 马汉出版了他的名著《海权对历史的影响》 这本书的核心观点是 大航海和地理大发现开启了人类文明的海权时代 海权国家有能力把原本孤立的各个文明连成一个整体 建成一套世界体系 谁掌握了制海权 谁就能够控制世界体系 控制世界体系的海权国家 有能力堵住陆权国家和俄罗斯的扩张 把俄罗斯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内陆国家 马汉的用意很明确 美国完成了西津运动以后 就是太平洋国家了 他不能够再死抱着孤立主义那套不放了 美国应该学会改变自己 把自己变成一个世界性帝国 决定人类历史的方向 马汉写这本书 本意是在鼓吹美国应该大力发展海军 应该大力发展远洋干涉能力和远洋打击能力 没有到美国人一开始没有重视他 反而是英国皇家海军把他当做了圣经 皇家海军拿着这本书跑去给向议会要钱 你们这些议会老爷们看看 海权多么重要 这是大英帝国的立国之本啊 没有皇家海军哪有大英帝国的今天 很不幸 今天皇家海军正在遭受法国和俄国的挑战 这两个国家要是联合起来 俄国的黑海舰队吸出土耳其海峡 跟法国舰队在地中海会师 对不起 我们皇家海军在地中海的霸权就要终结了 所以赶快给我们打钱 那么问题就来了 蛋糕就这么打 都让皇家海军刮走了其他部分该怎么办 所以皇家海军的做法 引发了印度事务派的强烈不满 海军实力再强 也没法保卫印度啊 难道你们还能把军舰开到阿富汗的山区 去堵住俄国人南下吗 就在这个时候 1904年初 麦金德发表了论文 历史的地理枢纽 他把欧亚大陆分为了三个层次 处于欧亚大陆中心的叫做枢纽地带 古代的突厥蒙古 现代的俄罗斯都是枢纽地带文明 再往外一圈内心月形地带 从东往西 中国 印度 阿拉伯 到中西欧 都是内心月形地带文明 再往外一圈 外心月形地带 就是欧亚大陆边缘的那些岛国 比如英国 日本 整个古代文明史 就是枢纽地带的游牧民族 四散而出 重复入侵 内心月形地带农耕文明的历史 近代欧洲大航海时代 看似改变了这一切 他们通过海洋霸权 把几个孤立的文明连成了整体 看上去获得了对抗枢纽地带的力量 但问题是 船舶发展的同时 铁路也在发展 俄国人把跨离海铁路一修 把西伯利亚铁路一修 可以在欧洲中亚和东亚快速调动军队 这样一来 就能把世界岛连成一体 你皇家海军再厉害 快得过俄国人的铁路吗 仅凭皇家海军 能够堵住俄国人在中亚和东亚的扩张吗 能够抵挡得住 俄国从欧洲调军队进攻印度吗 所以马汉的海权论不灵的 别做梦了 当时的印度总督 乔治寇松和印度事务大臣 乔治汉密尔顿 看到麦静德的论文如获至宝 拿着这个东西反复炒作 问议会要钱要政策 需要强调的是 马汉也好 麦静德也罢 他们的本质是一样的 都是英美帝国主义者 也都是重度恐恶症患者 麦静德在1919年的著作 民主的理想于现实中 说出了三句名言 谁统治东欧 谁就控制了心脏地带 谁控制了心脏地带 谁就控制了世界岛 谁统治了世界岛 谁就控制了世界 二十多年后 美国地缘政治学家 斯皮克曼 把麦静德的名言改成 谁支配着边缘地区 谁就控制着欧亚大陆 谁支配着欧亚大陆 谁就掌握了世界的命运 所谓的边缘地带 就是麦静德讲的 内心悦性地带 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呀 英美为什么要跟 俄罗斯人抢东欧 北约为什么 一定非要东扩不可 布尔基金斯基 为什么会说 只要俄罗斯不控制乌克兰 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帝国 反过来说 如果你是一个俄国人 你会怎么想 杜金那套新欧亚主义 是谁交给他的 根本不是杜金为俄罗斯 进攻乌克兰提供的理论依据 恰恰是英国人 美国人为俄罗斯 进攻乌克兰提供的理论依据 2018年12月12日 杜金在北京大学 有过一次公开演讲 当时我还正好在场 充当了一个名义上的语谈人 这场讲座的主要部分 就是在介绍 马汉麦静德和斯皮克曼的 地缘政治理论 杜金的意思很清楚的 我不把这些东西讲清楚 我就没有办法 说明白我的观点 他的主张 都是从这些 英美帝国主义理论 那里来的 进一步说 曼金德等人非常担心 俄罗斯和德国联合起来 在他看来 一旦俄德结成同盟 英国的霸权就完了 所以 英国人在欧洲搞立案平衡 首先要挑拨俄德关系 为什么会有绥靖政策 为什么会有霍水东营 为什么会有慕尼黑阴谋 为什么会有静坐战争 当年秋剑尔 没少吹捧过希特勒 别把他搞成反纳村英雄 问题是 德国人也不傻 我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个人 德国军事理论家 卡尔豪斯霍夫 当年豪斯霍夫家族 在德国国防军内部 是比较有人脉的 他本人在一战结束的时候 是陆军少将 豪斯霍夫就 逆练了 麦金德的 地缘政治理论 你麦金德 你英国保守党 不是要搞联平衡 要挑拨俄德关系吗 那么我就设计一套 地缘政治理论 主张德国和苏联联合起来 搞一个大陆国家联盟 把英国海盗刚出欧亚大陆 1939年8月23日 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1941年4月13日 苏联又跟日本签订了 日苏中立条约 在豪斯霍夫看来 形势不是小好 而是大好 苏联再跟德国和日本接近 未来完全可以进一步发展 柏林莫斯科东京轴星 彻底终结英美霸权 没想到 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 希特勒狠狠打了他的脸 在豪斯霍夫看来 这个行为无异于找死 随着苏军开始扭转不利局面 豪斯霍夫逐渐成为了希特勒的反对派 他的儿子亚布里赫特 甚至因为涉嫌刺杀希特勒而被枪决 他本人则被投进了集中营 直到二战结束后才得到释放 那时候的豪斯霍夫已经心如死灰 在1946年的3月10日与夫人一起服渡自杀 他的书 太平洋地缘政治学 今天有中意本 华夏出版社2020年版 今天美国的战略协计还比较重视这本书的 大家有兴趣可以找来看一看 为什么我要给大家介绍豪斯霍夫呢 请大家注意 杜金1997年的成名著 地缘政治的基础 其核心观点就是从豪斯霍夫等德国人那里来的 甚至连莫斯科 柏林 东京 轴心都超过来了 你说这种东西有多少价值呢 拿二战以前德国人的设想来规划后冷战时代 俄罗斯的战略 这不是笑话吗 孔元在论文欧亚主义回归于全球革命中 对于杜金这些书的观点有过一些介绍 像北京文艺网燕山果园之类的公知营销号 就开始抄袭过来大肆发挥乱扣帽子了 可惜孔元老师没有讲到的内容 这些营销号就不知道了 问题是杜金本人很清楚 他的想法纯属天马行空 歪歪而已 日本就是美国的半殖民地 管得比儿子还老 怎么可能跟莫斯科形成轴型 所以后来杜金改变了他的构想 强调日本不行还是中国重要 俄罗斯要跟中国联合起来 又设计了一套围绕莫斯科北京 新德里德黑兰的新欧亚大陆联盟 目标没有变 还是要刚迎英美海洋帝国 这种想法虽然比过去莫斯科 柏林东京轴型靠谱一些 但还是天方夜谭 那次我们在跟杜金语谈的时候 就问了他两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第一 北约有一个明确的中心美国 如果俄罗斯中国印度伊朗 结成军事同盟 那么谁是老大 出现分歧该听谁的 第二你杜金把中亚地区看成俄罗斯的后花园 那你怎么看待一带一路 按照你的逻辑 我们中国人提倡丝绸珠鹿经济带 不就是把手伸进俄罗斯的禁鸾吗 实际上杜金没有办法回答这两个问题的 作为学者和思想家 他当然可以提出这些构想 这些构想也是值得被讨论被思考的 但你要说他左右了克里姆林公的战略决策 这不是笑话吗 克里姆林公这么不着思溜吗 我强调一点 杜金的出现不是一个偶然现象 而是西方压力之下的必然产物 类似的欧亚主义者在俄罗斯还有不少 尽管他们始终都不是俄国思想界的主流 比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就翻译出版了一本题为 俄罗斯地缘政治 复兴还是灭亡的书 作者瓦列里彼得罗夫的理论 就比杜金更加成熟和完善 跟杜金一样 彼得罗夫也精于西方的地缘政治理论 也主张俄罗斯应该建立跟中国印度和伊朗的大陆军事联盟 相比较他们 杜金只是更加善于炒作自己而已 但问题是普京不是这一派的人 他原本是一个西化派 而不是欧亚派 普京能够走上政治道路 全凭他的恩师索布恰克的提携 索布恰克是俄罗斯有名的西化派自由派领袖 跟叶利辛一同在苏共28大的会议上宣布退党 据说819事件期间正是在普京的保护下 索布恰克才躲过了科克勃主席克六七科夫的监视 1993年10月14日 叶利辛炮轰白宫 索布恰克和普京又坚定的站在了叶利辛一边 1999年8月 普京出任总理的时候 就是众所周知的西化派和改革派 12月30日 他发表过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 千年之交的俄罗斯 终于一本百度上就能搜索得到 大家可以找来看看 普京在文章里讲得很清楚 我不嫌麻烦给大家读几段 普京说 目前我国经济和社会遇到的困境 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继承了苏联式的经济所付出的代价 通往市场和民主的道路 对于90年代走上这条道路的所有国家来说 都是十分艰难的 他们都受到了这样或那样的困难 只是不同的国家困难程度不同而已 俄罗斯正处在经济和政治改革的一个过渡阶段 尽管有种种困难和失误 我们终于走上了全人类都在走的主干道 正如世界经济令人幸福的证明 只有这条道路可以使经济迅速发展 可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择 他又说了 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 社会常盛 人民自由 用意识形态的方法搞经济导致我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 无论承认这种乖一点有多么痛苦 但我们将近70年都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 这条道路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 这些说法都反映了当时普京的基本立场 请大家注意 要继承苏联遗产的政治家是前总理普利马科夫 而不是普京 美国人说杜金是普京的大脑 实际上两个人在立场上就不是一路人 美国人应该好好反省自己 是怎么把一个西化派政治改革领袖逼成欧亚主义者的 而不是胡乱甩锅推卸责任 大家如果问我怎么看待马汉麦金德那套西方地缘政治理论 我的回答很简单 这种帝国主义下三滥的伎俩不值得我们学习 我们也学不会 我们应该了解它 不了解它就不知道帝国主义是怎么搞事的 而不是去模仿它 今天马汉麦金德在中国很流行 动辄就是什么海权论 什么世界道 大家可能不知道 美国人就等着我们这么说呢 2017年12月17日 特朗普的狗头军师史蒂夫班能就在日本发表演讲 就污蔑一带一路推行马汉麦金德的帝国主义战略 难不成我们还要往上凑吗 更重要的是地缘政治学不是在地图上乱图乱画 而是现实的军事态势的反应 中国要搞地缘政治理论 也必须依托本国的地理条件 必须依据本国的军事力量部署 而不是胡乱套用别人的框架 你说中国是海权国家还是陆权国家 显然都不是 但是中国是海陆复合型国家对不对 马汉麦金德那道东西在中国没有基础的 我们又不是恐恶症患者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总之对于杜金这样的思想家 可以讨论可以对话 但既不值得歌颂吹捧 更不值得恶意重伤 你问我怎么看待杜金 我很肯定的回答 我不同意他的观点 但是我也反对你对他进行造谣 还是那句话 神话止于理智的思考 只要我们冷静下来仔细想一想 凭借自己的常识 就能破除网上那些公知的恶劣造谣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